福人大学副校的60周年 校方特别出版专输纪念 书中不只有学术方面的成就 也包含了运动人才的培养 东京奥运中华队创下二金四赢六桶的佳金 十二面奖牌当中有四面 是由福人大学的学生所拿下 校方在培育体育人才方面 投入了非常多的心血 当然不只是奥运选手们 对于其他项目也非常注重 福人大学男子篮球队 曾六度躲下UBA的总冠军 而在新出发布会的这天 正好跟他们今年度的第一场比赛同一天 总教练杨哲宜也来到现场试试 除了对今年的比赛顶定目标 同时也非常感谢校方的支持与培养 让球队能够顺利走到现在 日本校长是一个对体育非常支持的校长 然后在过去几年 其实他对改变过去福人大学传统校长不与力 他出了非常多的力量 去帮助体育区去做非常多转型的工作 那虽然我们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大校 那其实也面临现在面临到非常多新的学校挑战 我觉得在校长这样的努力之下 我相信整个福人大学都会有 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改变 不单单是运动选手 大学也是许多人的转捩点 从这里找到梦想或是人生的目标 因此才需要学校从旁多方辅助 才能让年轻学子们毫无顾虑的向前迈进 未来体育台采访报道